你好,这里是张联视野 刘亚洲上将可能策划了军事政变 因为几天前我就看到消息说 刘亚洲遭到拘捕,罪名不详 而且据说同时被捕的还有他的妻子李小玲 还有他的孩子 刘亚洲上将是李先念的女婿 李先念曾经是担任过中共的国家主席 算是中共的红一代 而且刘亚洲本人也是一个红二代 但是刘亚洲长期以来比较喜欢美国,喜欢台湾 他不仅是一个中国著名的军事理论家 同时他还是一位著名的军理作家 他写过一些很有影响的文章 在中共的红二代中,他是一个特立独行的 有独立思想的人 这样的人呢,在中共的红二代当中是很罕见的 因为其他的红二代呢 全都是腐败之辈 都是利用他们父母给他们的那个余音 去想方设法的捞钱 只有刘亚洲 比较呢,就是认真的思考问题 尤其在中美关系 在台湾问题上,他有独到的见解 刘亚洲本人呢,也曾经被提拔为这个上将 并且担任了国防大学的政委 应该说呢,他的门声满天下 而且呢,他也是属于红二代当中的中间力量 跟很多这个军中的红二代都有密切的关系 要知道中共的这个高层将领 比如说师团政治以上的主官 基本上都是红二代 因为中共始终认为呢 这个枪杆的要掌握在红二代,红三代手里面 所以说呢,中共的这个军队呢 基本上是共匪的子弟兵 刘亚洲呢,还有一个弟弟叫刘亚伟 一开始传来的消息说,兄弟俩同时被捕 但是最新的消息表明呢,刘亚伟还在美国 因为刘亚伟呢,很早就到美国来留学 而且呢,他是卡特智库的主任 他曾经五次陪同美国前总统卡特访问中国 他是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 再加上他又是刘亚洲的弟弟 所以说呢,他是一个很特别的人物 他偶尔也会参加在美国举行的这个民主团体的这个研讨会 来阐述他对中国问题的看法 刘亚洲本人呢,也曾经到美国斯坦福大学去留学 可能呢,他是认真的学习观察了美国 所以说呢,才形成了独立的思想 他的这个留学美国呢,很可能就像这个马云访问澳大利亚一样 西方呢,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从而呢,他开始认真的学习西方 习近平呢,也访问过美国 但是他在美国呢,却跟一般的红二代差不多 只知道吃喝嫖赌 没有认真学习西方文明 没有观摩美国的各种各样的奇迹 反而呢,整天呢,躲在一些这个阴暗的角落里酗酒 因为呢,习近平呢,据说是每天必须要喝两顿茅台酒 在美国呢,在他们到美国的那个年代呢 像美国呢,大部分地方是敬酒的,饭馆里不许喝酒 他们只能躲在华人开的餐馆的地下室里面 偷偷地喝酒 所以呢,就像地下的老鼠一样 像习近平啊,虽然在美国待了一段时间 什么也没有学会 而刘亚洲呢,很明显 可能有他弟弟的关系 他接触了许多美国政要 他也能够到美国呢,游历很多地方 刘亚洲这个上将呢 最新的消息呢 是他至少呢,跟一部分将领讨论过习近平的问题 这个呢,就让习近平最为害怕 因为中共上层呢 一直有很多人都认为习近平是个蠢货 不应该领导中共 而且呢,这些人认为呢 习近平呢,必将像这个崇祯皇帝那样 或者呢,就像隋阳帝那样 把中共的影像灭亡 他们认为呢,习近平呢 在颠覆中共的统治 在摧毁中共的统治 所以说呢,他们普遍感到愤怒 但是呢,中共呢,是一个特殊的这个群体 这个组织的内部呢,可以说是充满了互相监视 作为一个黑帮呢 作为一个从俄罗斯传过来的一个带有共产党性质的黑帮们 他们特别强调对一些重要人物的监控 刘亚中呢,本人呢,虽然是国防大学政委 他可能呢,都富有监督国防大学一些的 其他中将、少将、甚至国防大学校长的任务 但是呢,他可能呢,难以提防他的秘书 他的助理,甚至是他的司机 乃至他的保姆,甚至他的情人 或者说呢,其他的密友、特殊的朋友 关系最密切的朋友对他的监视 所以说呢,在对习近平的统治忍无可忍之后呢 刘亚中呢,可能进行了一些活动 被认为是涉嫌军事政变 因为否则的话呢,习近平也不会悍然 把他的一家人都抓起来 给刘亚中呢,当然呢,可能能够定很多罪名 但是据说刘亚中本人呢,并不贪污 因为一个真正追求理想的人 哪怕是一个有理想的共产党人 他也不会去贪污 但是呢,遗憾的是 共产党人其实根本没有共产主义理想 我们从所见的情况来说 至少中国的共产党人 99%以上 到99.99%之间的共产党高干 或者中级干部是没有共产主义理想的 因为他们都行贿、受贿、卖官、闭脚、不宜 使用任何手段来捞钱 他们根本就体现不出来 有一点理想主义者的那种品德 刘亚中呢,试图进行军事政变呢 也表明了习政权呢,到处都是漏洞 因为习近平本身呢,是一个蠢货 他用的呢,也都是一些蠢货 虽然说呢,蠢货呢,在中共党内 在中共高层占了绝对优势 但是呢,其中呢 还有一些清醒的是被向刘亚洲 他们感觉到中国这条巨人呢 正在走向沉默 而习近平呢 被称为走加速师 也就是他正在加速中共的沉默 预计呢,这个刘亚洲被捕以后呢 并不能够减缓中共内部的震荡 反而可能加剧震荡 使越来越多的人呢 就是跳下中共这条即将下沉的巨冷 另外呢,今天我看到网络上 有一个很好的说法 他们说,你看中共的党旗不是五星红旗吗 一个血红的,新红色的旗子上面 放了五颗星 他们说呢,实际上这个具有极大象征意义 第一颗星,最大的那颗星呢 就是毛泽东 而其余四颗呢 围绕着那个大猩猩运行的小猩猩呢 就分别是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 这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共产党只能有五代人 也只能有五颗星 这意味着习近平之后呢 中共呢,将要彻底灭亡 至于习近平本人呢 不知道是会像萨达姆那样被判处绞刑 还是像这个北非领导人卡扎菲那样 被自己的部下给打死 总而言之呢 他难逃灭亡的命运 当然在他灭亡之前呢 他一定要先摧毁中共 开口 我能够准备好 我能够准备好 或者是一种太阳 我能够准备好 我能够准备好